Hello,大家好,我是雅提米斯 在今天的影片开始之前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也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哦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也欢迎你成为我的频道会员 支持一下我这个频道哦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今天的影片吧 Hello,大家好,我是雅提米斯 欢迎收看今天的雅提万塔罗 那我们今天要来占卜的题目是 你心里想的这个人还喜不喜欢你哦 那今天呢 我们这个题目呢 基本上就是不限关系的对象 所以你想测谁都可以 我们会在画面上看到四种宝石 最为我们今天选择的参考 第一种呢 是绿色草莓金 第二种呢 是东陵玉 第三种呢 是红碧玉 最后一种呢 是采银石 好的,现在请你闭上你的眼睛 深呼吸三次 解采银石 深呼吸完了吗 深呼吸完了之后 请你想着某个人 想着你自己 想着我们今天的题目 这个人是否还喜欢我呢 想好了之后 睁开你的眼睛 直觉地从这四种宝石当中 选择其中的一种 感谢观看 选择了之后 请记住上面的号码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你得到的占卜结果吧 好的选到绿色草莓金的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你得到的占卜结果吧 好的选择到绿色草莓金的朋友们 亚提密色的频道 已经开启了超级感谢的功能 欢迎大家透过超级感谢功能 斗内我的频道 支持我把这个频道继续做下去 好我们看到这十二张牌 前三张牌呢 是前一段时间 他是否还喜欢你 中间这六张是目前的情况 后面这三张是未来的情形啊 好我们来看看前三张 第一张是全仗义的逆位 第二张是恋人牌的正位 第三张是愚者牌的逆位 这三张牌其实代表在前一段时间当中 这个人其实内心里面是还蛮喜欢你的 如果你们是属于分开的状态 或是分手的状态 他可能还蛮想跟你好好的重新再来一次 可是他自己呢 想是这样想啊 但是做不太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边看到全仗义的逆位 我们还看到愚者牌的逆位 他其实在面对你的时候 他就会有点胆小 而且有时候他在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 他会有一种过分仔细 过分谨慎的一个情况发生 所以对他来说 很多事情 特别是跟你的这个感情事情 他就只敢想想就好 就是想一下想一下 那是不是真的要做 就另外一回事 所以他 其实我觉得他内心是真的是 以前之前一段时间 还蛮喜欢你的 好的我们来看中间这六张牌 就是现在哦 我们这边看到第一张牌呢 是宝剑五的逆位 我们还看到的是 审判牌的逆位 我们还看到权杖四的一个逆位 这三张牌呢 其实代表了几件 还蛮重要的一个讯息 第一就是 他自己其实像是 他其实是一个 在目前这个状态上 对你算是 就目前来说 对你并没有抱持了一个 很喜欢的一个态度 为什么呢 宝剑五的逆位代表着 目前他是比较寂寞的 可是呢 审判牌的逆位 其实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他自己本身 其实 对于过往 你们之间的一个 可能相对复杂的一个 关系当中 他觉得有点害怕 而且他觉得 两个人要再在一起 似乎是不可能的 因为权杖四也代表一件事 就是他其实并不觉得 你们两个会有 好好在一起的可能性 或者是说 他其实并不觉得 你们两个人 就是他也不觉得 你还喜欢他啦 应该是这么说 所以他觉得 把希望放在你身上 其实是一个 不太 不太实在的事情 对他来说 他就觉得 好像不应该是这样子 他应该要多花一点时间 比如说在别人身上 所以我们这边会看到的是 圣杯三的正位 权杖三的逆位 跟太阳牌的逆位 这三张牌 其实讲到几个讯息 就是他现在其实很积极的 在认识新的对象 然后他很想跟这些对象 有一些新的感情的发展 那圣杖三的逆位 跟太阳牌的逆位 其实都讲到了一个 相当重要的一个重点 这个重点就是呢 其实他面对到 跟你有关的感情的事情的时候 他是不敢 他真的是不敢 做下任何决定 然后他也 不抱任何的希望 所以他现在就是 在现在的这段时间当中 他就把所有的心情跟状态 都放在别人身上 而且他其实花蛮多时间 去认识很多新对象的啦 好 我们来看未来 我们这边看到 前臂三的逆位 女皇牌的阵位 还有权杖九的一个阵位 我觉得未来一段时间当中 他其实就是 又会开始喜欢你 对你又有一些想法 为什么 因为前臂三的逆位代表着 其实 就是现在这段时间 我刚刚有说到过 他有去认识一些新对象 但这些新对象 对他来说就是不OK 或者是很难有发展 对他来说就是 没有办法在感情上有一些什么新的发展 所以他还是觉得你是一个最好的对象 所以我们看到女皇牌在这里 可是呢 他的个性还是没有改变 他就是不敢主动的和你有太多太多的一个互动 所以我们看到权杖九就是 他很想做很多事 但是他都不敢做 所以对他来说 他就是卡在一个点上面 那我会觉得说 他有试着不要去喜欢你 但是他其实还是蛮喜欢你的 所以我会觉得 他是一个蛮矛盾的一个状态吧 好的 我们用爱德序与占卜卡 来看一下这个宇宙给你的补充讯息 好 第一张牌呢 是灵性连结 这份关系和你的前世有关系 这个人其实跟你算是蛮有缘分的 有前世精神的因缘 这宇宙在提醒你就是 你跟他的缘分没有这么容易断掉 那在面对这个人的时候 这宇宙告诉你 爱有耐心 他其实就是一个很会磨 很会脱痕 会想很多的人 你在面对他的时候 真的要多拿出一点爱心来 会耐心来 会比较好一点 最后我们看到的是 爱是唯一的真相 其实他对你是真的蛮喜欢的 那如果说你对他也是有兴趣的话 其实有时候不要去想一些 你们之间可能很不OK的地方 有时候 这宇宙出现这张牌的时候 就告诉你说 爱其实是可以克服很多事情的 如果你和他都可以把 focus放在爱这件事情上面的话 其实我觉得 这宇宙在提醒你感情还是可以走下去的 但是就是看你们之间各自的一个决定 好 就是选择到绿色草莓金的朋友们 你们得到的占卜结果 好的 选择到东林域的朋友们 让我们先来看看你得到的占卜结果吧 好的 选择到东林域的朋友们 亚听密斯的频道已经开启了超级感谢的功能 那欢迎大家透过超级感谢的功能 帮助我的频道 支持我把这个频道继续做下去 好的 我们看到这12张牌 前三张牌是过去一段时间 他是不是还喜欢你 从今天这6张是现在 后面这3张是未来 我们现在看第一组 我们看到恶魔牌 我们看到恶魔牌是阵位 我们看到宝剑4的一个逆位 还有节制牌的阵位 我觉得前一段时间 这个人事实上是 对你是还蛮喜欢的 那对你的喜欢其实 比较着重在肉体方面啦 是我们看到恶魔牌 而且他自己其实还蛮想要和你 可以有更多的一个互动 如果可以上床的话更好 所以我觉得前一段时间 他其实内心有相当多的一个想法 宝剑4跟节制牌 其实就讲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他其实会找一些理由去接近你 然后想要跟你有更多一个互动 更多的一个来往 想要和你保持一个更多的关系 如果可以上床的话会更好 其实他其实对你是还蛮喜欢的 在过去一段时间 但是问题是 他也不敢做什么太超过的事情 只能说是有色无胆吧 或者是说他觉得想归想 但做归做啦 那我们来看现在的他 是不是还喜欢你呢 我们第一张牌呢 看到的是审判牌的阵位 世界牌的阵位 我们还看到的是 女教皇牌的逆位 我觉得目前呢 他其实心里面就没有那么喜欢你了 主要的原因呢 我们这边看到 审判牌还有世界牌 其实就讲到一个点就是 他自己其实已经找到一个新的对象了 然后这个对象其实跟他之间 关系是还蛮好的 而且他等于是已经放下了过去 然后走到一个新的 发展新的未来 和这个对象 其实有还不错的一个 一个新的一个往来 所以对他来说 新的对象是他现在的重点 那女教皇的逆位也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现在的他其实 就是不再去缅怀很多一些过去的东西了 而且呢 我们这边看到的是权杖二 我们还看到的是世界牌的逆位 我们还看到权杖五的阵位 权杖二 其实在这一组当中 他还遇到了我们这边的世界牌 这边其实讲到了一个蛮大的重点 就是这个对象其实可能是在国外 那他有可能就是因为 他到了国外之后 认识这个对象 决定在国外定居下来 所以他其实并没有 再把心思放到你身上 所以我们这边看到的是 圣碑石的逆位 还有权杖五 他自己要面对到的一些事情 其实相对到 相对其实也是还蛮多的 就是他自己目前感情上的事情 他得要去处理 所以他并没有就是在去想到你 其实对他来说 现在这段感情是 他自己很觉得很重要的一段感情 所以他其实现在所有的心思 都放在目前这段感情 这个对象上面 好我们来看最后三张牌 第一张牌呢是 前币皇后的逆位 第二张牌是圣碑吧 第三张牌呢是权杖七 那这三张牌其实讲到了 几个蛮大的一个讯息 就是第一 他自己在未来这段时间当中 他其实就是会拿出所有的勇气 在捍卫他目前那一段感情 就是不是跟你的这一段 所以他自己其实 所有的心思 大概都在处理那个对象上面 因为我们看到前币皇后的逆位 跟权杖七 其实我觉得他的新怜情 其实也是有一点辛苦啦 可是呢 我圣碑吧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他还是全心全意的 放在新的对象上面 因为我觉得他是很爱这个对象 这个新对象 所以对他来说 目前而言其实对你没有那么多的喜欢 也没有那么多的一个想法 到未来呢 其实他还是会把一个心思都放在新对象身上啦 好 我们用爱的虚拟档布卡来看一下 这个宇宙给你的补充讯息 好 第一张牌呢 是以心聆听 一键在接受 所需要知道的讯息 需要一颗充满爱的心来聆听 这也就是告诉你 就是 从我们刚才塔罗牌的内容 就是告诉你 他是一个 他是已经开始 把心思放在新的对象上面了 所以其实你自己可能也要开始move on 那不要用什么太不开心的角度去看 其实就是互相祝福就好 第二张牌是保持信心 对当前的处境保持信心 这也就在告诉你 其实 保持信心是很重要的事情 而且你要有信心 自己会遇到更好的对象 好 最后我们看到的是互相了解 学习怀抱爱来满足对方的需要 这对付人关系的成长很重要 这也就在提醒你 在进入下一段新的恋情之前 在遇到新的对象的时候 请记得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相互之间的了解 如果你可以好好的了解这个新的对象 你可以跟新的对象有更多的一个互相了解的话 其实对你在未来的新的一个感情的发展上 是会有很多帮助的 好 就是选择到东陵域的朋友们 你们得到的占卜结果 好的 选择到红碧域的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你得到的占卜结果吧 好的 选择到红碧域的朋友们 亚天密斯的频道已经开启了超级感谢的功能 那这个功能呢 就是斗内的功能 欢迎大家透过这个功能 斗内我的频道 支持我把这个频道继续做下去 好的 我们看到这十二张牌 前三张是前一段时间 它是不是对你还有喜欢的感觉 中间这六张是现在的情形 后面这三张是未来 好 我们来看前三张 第一张呢 是高塔牌的逆位 第二张牌是前B2 第三张牌呢 是恶魔牌 那这个对象呢 其实在前一段时间 我觉得它是还蛮喜欢你的 但这个喜欢就真的是偏向肉体 而且它其实同时有跟别的对象 可能在交往或者在追求中 所以它其实 我们从高塔牌的逆位跟前B2 还有恶魔牌的逆位来看 其实就很明显的读到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就是它其实想要从你身上再多拿到一点东西 特别是比如说上床这件事情 可是呢 对它来说 它又觉得它现在想要找一个新的对象 所以它就会变成一种 脚踏两条船的一种情况 所以对它来说 就是你说它有没有喜欢你吗 是有 但是我觉得这种情况就蛮不可取的啦 好的 那我们来看现在它的一个想法跟看法 我们这边看到宝剑侍卫的逆位 权杖皇后的逆位 跟圣杯石的一个逆位 其实我觉得 就中间这六张牌来说 因为有超多胜北牌 还有女皇牌 虽然有一些是逆位 可是其实讲到一个点就是 它自己其实在面对跟你这段感情的时候 它有蛮多的一个 现在呢它其实也想到很多很多事情 包括你们曾经在一起过的一个状况 两个人合不合之类的 你说它还有没有喜欢你 我觉得它是有喜欢你 所以它还是喜欢你的 只是它觉得你们两个合不来 为什么因为宝剑侍卫的逆位跟权杖皇后的逆位都讲到了 其实它觉得在感情的互动当中 它最大的一个觉得你们两个合不来的点就是在于 两个人其实对于段感情当中的沟通是很有问题的 可能其中一方比较冲动 然后另外一方讲话也是比较难听一点 两个人其实是蛮容易吵架的 圣杯时的逆位也讲到就是 它虽然觉得和你之间感情上有很多的一些纷纷扰扰 它也是还喜欢你的 可是它就是觉得两个人很难 就是好好的在一起啦 好的我们这边还看到了女皇牌的逆位 我们还看到圣杯二的证位跟圣杯酒的逆位 这三张牌讲到了几个选席 就是这个人 其实在他内心当中 你并不是一个最好的另一半的人选 而且他觉得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有时候他其实并不快乐的 可是圣杯二讲到一件事情 就是他还是喜欢你的 他还是有考虑想要跟你在一起 可是有时候这种情绪上就相对比较微弱一点 因为他自己知道一件事就是 喜欢再怎么多 如果不合的话其实到最后 还是会走到分手 或者是两个人最后可能还是相出不来啦 所以对他来说就是一个 他还是喜欢你 他还是对你有蛮多的喜欢 可是他就是知道两个人可能合不来 好我们来看最后三张牌 第一张牌看到圣杯旗 第二张牌看到电人牌的逆位 第三张牌看到皇帝牌的逆位 这三张牌也很明显讲到 在未来一段时间当中 他心里面就是有你 他还是喜欢你 可是他自己有考虑要好好的找一个新的对象 为什么 因为前壁旗的正位搭上另外这两张 特别是我们讲到的是 恋人牌的逆位加上皇帝牌的逆位 其实他讲到了几个很重要的讯息 就是他自己很清楚 他在感情当中他是不想要落下风的那个人 然后如果他真的想要跟你好好在一起 想要跟你再在一起的话 其实他就必须付出很多 可是他又不想要这个样子 我们这边看到电人牌的逆位 他自己是觉得他没有办法跟你再在一起 可是他有没有想念你 他有没有喜欢你 有 如果没有的话 他其实不会有这种想法 所以对他来说 他虽然一边对你还是有一些想法跟感情 可是他还是继续在找新的对象 因为他觉得他不可以这样下去 好的 我们用爱的虚拟占卜卡来看一下这个宇宙给你的补充讯息 好 第一张牌呢 叫做原料 如果紧紧抓住过呢 伤痛什么也得不到 其实这个宇宙在告诉你就是 如果你还喜欢他 你想要跟他复合 或者是你想要跟他继续在一起 你想要他更爱你的话 其实原谅他是很重要的事情 有时候从我们刚才塔罗牌的内容看到 就是你们两个人的相处 真的是一个问题很多的状态 所以如果不选择原谅某些事情的话 其实还是很难好好的有一个互动 好 第二是共度宝贵时光 这宇宙在提醒你 如果你对他还是有想法的话 你可能就必须要主动的去约他 两个人好好的面对面 谈一谈 聊一聊 见个面 有时候很多事情其实是必须要面对面谈的 好 最后 爱原本的你 这宇宙在提醒你一件事情就是 其实你真的也不用为了他改变一些什么 爱你原本的你做你自己就好 虽然说两个人在一起可能需要一些协调 一些互相的为对方做出一些付出 或是一些转折 可是有时候你便不要你不要觉得说原本的你不好 原本你其实就很好 有时候感情就是一种缘分啦 那这宇宙在告诉你这件事就是如果你没有办法爱原本的你 其实在一段关系当中你也不会开心 如果你爱原本的你你会用另外一个角度去和这个人有更多的一些讨论和更多的一些互动 这对于你们经营新的关系是会有帮助的 好 最后是选择红碧玉的朋友们你们得到的占卜结果 好的选择到彩银石 彩色银石的朋友们让我们先来看看你得到的占卜结果吧 好的选择到彩银石的朋友们 前三张是代表过去一段时间 他还喜不喜欢你心里面还有没有你 中间这六张是现在的情况 后面这三张是未来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张牌是宝剑皇后 第二张牌是恋人牌 第三张牌是权杖四 我觉得前一段时间这个人就还持续的很喜欢你 而且对你的喜欢跟爱是蛮高的 可是他的态度就比较冷淡啦 因为我们看到宝剑皇后看到权杖四 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是不是 其实根本就没有喜欢我 但是好像又很关心我 这个人其实是把很多对你的喜欢放在内心里面 但是他在表面上在过去一段时间展现出来都是比较严格严肃的 但是还是会关心你照顾你 所以有时候会让你弄得有一点搞不清楚状况 到底你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为什么时好时坏 对你的态度时好时坏 让你其实有点困惑啦 我们来看现在的他到底在想什么呢 第一张牌是圣碑石的正位 第二张牌是权杖七的正位 第三张牌是太阳派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他还是相当喜欢你的 权杖七其实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如果有其他竞争者 他也会想尽办法去打败他们 因为他就是还很喜欢你 很想跟你在一起 因为太阳牌跟圣碑石同时出现的时候 代表他内心对你的喜欢程度是相当高的 而且就是很喜欢你 就是很想跟你好好在一起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边还看到另外三张牌 我们看到女皇牌的正位 我们看到保健国王的逆位 还有钱币赛 他觉得你是一个他内心当中最好的一个人选 如果要在一起长长久久的话 你是最佳的唯一的一个最好的人选 而且你可以带给他很多东西 钱币赛代表的是 其实我觉得这个人想法还蛮误实的 他觉得你会很待望他 所以的待望有很多种 有一种是比较现实层面一点的 或许你家很有钱 所以他就觉得跟你在一起 你可以给他很多东西 那另外一种就是 他单纯觉得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他运气就变得很好 好像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可以赚到很多钱 然后跟你比较没有碰面 或是你没有给他什么建议的时候 他赚不到什么钱 所以对他来说 你在他内心当中 还有他的人生当中 占有着一个很特别的地位 保健国王的另一位 其实讲到一件事情就是 他唯一最大的缺点 就是虽然说他很喜欢你 可是他就是不知道 要怎么跟你好好地表达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还蛮喜欢他的话 趁现在他还是很喜欢你的情形下 假设你们是已经分开的话 是还蛮容易把他再抓回你身边的 因为他真的从这几张牌看起来 就是相当相当的喜欢你 对你还是有很多的想法跟一个感觉 我们来看最后这三张牌 未来他的态度会不会转变呢 其实会的哦 我们看到的是 钱必死的逆位 圣卑一的逆位 跟全账五 这三张牌讲到的点就是 他自己其实慢慢地会开始思考 如果你对他的态度还是一样很冷淡的话 他是不是应该要放下你 停止跟你之间的一个感情互动 他是不是要停止喜欢你 因为如果说你都没有一些相对主动的行为的话 他其实会觉得说你对他就是没有想法 然后他就不会想要再继续把心思放在你身上 因为钱必死跟圣卑一的逆位 加起来就有这种的讯息存在 可是他内心里面 我觉得他对你还是蛮喜欢的 没有办法那么容易放下 所以全账五其实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 他的内心会在一段时间 未来一段时间当中有相当多相当多的一个挣扎 所以对他来说 他是处在一个相当辛苦的一个状态 就是他在选择要不要好好的断念 面对你 所以我觉得他也是蛮累的啦 就是他还是喜欢你 可是他有想过他要放下 这样子 好我们用爱的序章 来看一下这宇宙给你的补充讯息 第一张牌是奇迹与祝福 每件事情中都隐藏着礼物 这个人其实可能不善于表达 或者是表达的态度上 相对就说比较没有那么样子的积极之介 可是他每一个动作当中 他都有他蛮深的一个意味存在 所以我觉得他是很用心的一个人 第二叫做从事微小的身形 这宇宙在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说 如果说你觉得他是一个好人 他做了很多对的事情 你就跟着他一起做 如果他邀请你去做一些好的事情 或者是你想要做某一些好的事情 做好事 比如说做做义工之类的 也可以找他一起去 我相信他会很开心 而且或许你们之间缺乏了某一些 正面能量的一个循环 多做一点好事 多一点正面的能量 其实对你们之间的关系 会有加分的效果 最后真爱 这是一份潜在难逢的爱 这宇宙告诉你 他真的真的很喜欢你 他就是你人生当中的一个 如果你跟他在一起的话 他会是你的真爱 那他真的很爱你 真的很喜欢你 就我们刚才塔罗牌上面看到 也是这个样子 好 这就是选择到 彩色影视的朋友们 你们得到的占卜结果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欢迎你成为我的频道会员 也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还有把这支影片 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 谢谢大家 拜拜